好,那還是跟各位提一下其他的一些部分 在Transformer裡面 他還有一些雲端的功能 那我稍微大概講一下怎麼用就好 那就沒有,不再帶各位做夜期了 好,他有雲端的部分 還有大概兩三個比較常用的功能 好,我們看一下積木就好 好,這個Virtual Sensor 這個Virtual Sensor 這個Virtual Sensor跟這個什麼Send S0Value多少 跟這個像IP這些 這些東西就是P2P互傳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有兩台電腦 我們互相知道它的IP資料 互相知道它的IP 那我就可以對那一台電腦發送指令跟接收指令 那這個就是發送端 比如說我的電腦要送一個訊息到它的電腦 去,那我就傳送這個變數0 然後給它一個什麼值 然後這個就是它電腦的位置 它的電腦就可以用這個來接收 它的電腦只要抓這個資料 就可以知道對方送過來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這個數值就會在裡面 所以可以兩個電腦互相傳遞資料 或者是遙控對方的小貓之類的 可以互相傳遞資料 這是P2P直接連線的部分 然後再來雲端資料庫 它有好幾種 POST跟GET 我稍微講一下 那個GET就是從雲端抓資料下來 那POST的就是我把我的感測器的資料 或把我的資料送到雲端去 送到雲端去 那抓下來有很多種 比較常用的是 像這個Sinspeak 它是一個物聯網的網站 它是免費的 那這個免費只要你註冊之後 它提供你8000筆的資料 可以上傳 上傳資料 然後它的時間間隔是每15 最快15秒鐘可以傳一次 那所以這個是各位可以自己去申請 然後它是免費的 15秒可以傳一次資料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 我們如果辦演習 通常會用這一個做練習 然後讓大家從比如說溫室渡計 抓溫度濕度上去丟到Sinspeak網站 然後它會用一個圖表的方式呈現 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那我這邊剛好我的網站 最下面之前有放過例子 它就可以做成這樣的一個圖表 這樣的一個圖表 它會把你的溫濕度或什麼東西 把它丟到那個網站 然後那個網站會給你一個網頁的位置 你就把那個網頁的位置 只看你要箱在哪一個網頁上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圖表 而且是即時更新的 如果你一直在傳資料的話 它就可以隨時更新 那個是Sinspeak 那它這裡的資料也可以透過 透過Gate把它抓下來 就是你自己資料庫的資料 一樣可以從那邊抓下來 然後另外在那個Open Data 就是政府公開網路的資料 這個也可以抓下來做運用 做分析做判斷 那政府公開網路 各位可以直接打Open Data 或者打政府公開網路去做搜尋 Open Data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這裡面 我們Squatch裡面用的是 必須要是Json的格式 那所以你這些資料裡面 假設說比如說我要找花蓮 那它就會找那個跟花蓮相關的 然後你就去選一個你要的 那但是要注意 因為我們的這個Transformer 那個Squatch裡面 它這邊Open Data Open Data的部分 它的格式必須要是JSON 所以你在找那個資料的時候 你如果要用的話 它必須有提供這一個 JSON的才可以用 才可以用 那所以假設 假設 醫療院所 假設你要這一個資料 那你把它點進來之後 進到這個網頁之後 它就有這三種格式 那這三種格式 我們要的是JSON的這個格式的連結 所以你就點進JSON裡面 把這個連結複製起來 把這個連結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剛剛那個積木裡面 貼到這個積木裡面 它就可以從這裡抓資料 那至於怎麼抓資料 西部的我們就今天沒有時間講 那這裡面都是資料 這裡面全部都是資料 但是你看起來是一堆弱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學過JSON 它基本上它就是 一個冒號就是一個欄位 這邊有一個冒號 前面是那個欄位的名稱 後面是那個欄位的數值 所以它如果你抓的是這個欄位 它給你的值就是1 類似這樣的去看 那網路上都有可以看的部分 就各位有興趣再搜尋一下 好 那所以基本上公開資料 它也可以這樣抓 然後另外它還可以 可以從自己的Google帳號 因為你在送資料的時候 公用的總是不好用 公用它有一些限制 8000筆15秒 但是我們如果用自己的帳號 就沒有這些限制 你可以隨時1秒鐘傳10次也沒關係 你傳20萬筆都沒關係 這時候就會用到你自己的Google帳號 那Google帳號就它也可以抓 但是程序比較麻煩 因為Google帳號的話 你在用這個抓資料的時候 它也需要透過一些簡單的驗證動作 好 而且它就是你抓資料的時候 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要先 你想要抓資料 第一個 你那個網站位置抓好之後 那連結抓好之後 你還要先抓好 剖析可使用的欄位 你要先讓電腦程式去判斷它有哪些欄位 判斷好之後 你還要選擇 選擇哪一個欄位 或者用這一個 雲端是要選擇 我要哪一個欄位的第幾筆資料 你選好之後 才能夠在這裡抓到你的資料 就是你要的那個數值 所以它有一些順序 先找網站 找到網站之後 剖析那個網站 JSON格式裡面可以用的欄位 然後知道有哪些欄位之後 再去我要遞幾筆 然後才會得到你的資料 它會有一些順序 那有興趣的再去研究一下 好 那所以這個是Transformer 在雲端部分 還有極工的部分 那另外 好 那另外呢 在大電的使用上面 剛剛有提過馬達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直流馬達 直流馬達 它就不能用那個什麼PWM 或是那個數位接角 直接讓它轉或不轉 所以我們就必須 我們就必須加那個控制板 L298或L293 那這兩個控制板的差別 一個是功率比較大 一個功率比較小 看你的需求 好 那機電器的部分 這個 因為機電器的應用很廣 所以這兩個我稍微講一下 機電器它只是一個開關 因為我們常常在 在第一次在使用這些模組的時候 我們雖然知道機電器可以控制大電 那有人就會問說 那我那個110個可以用嗎 我220個可以用嗎 都可以 它只是一個開關 機電器呢 它裡面有 有三 五條線 應該是六條線 好 如果你做成模組 做成模組會有六條線 GVS 這是控制 控制線 然後 這三個呢 這個叫 comma 然後這個叫 normal open no 這個叫 nc normal close 好 這邊是大電的接 這邊接大電 其實應該不是說大電 這邊是接你要控制的那個回路 所以即使它是三伏特的小織電也沒關係 大電或者是回路 就是它只控制開跟關而已 它不管你後面接什麼 它只控制開跟關 好 好 那這邊讓你接到R2N上面去 然後訊號就看你要接到比如說D、D7、D8、D13 隨便你接 然後就是訊號給它送開後關而已 那所以它的電到底怎麼接 所以剛剛講這邊並不管你是接什麼東西 它只負責開跟關 那所以呢 所以當你有一個 比如說我要接電扇 電風扇 你到了電風扇 電線 我把它放大 誇張一點 交流電嘛對不對 兩條線嘛 交流直流都沒有關係 它基本上電就是在這兩條裡面跑 一來一去一來一去對不對 好 那它這樣形成一個回路 所以電風扇會動 那今天我如果要控制這個電風扇 我就必須把這個回路給截斷 截斷 所以你就把它切斷 切斷之後呢 把它拉進來這裡 那這裡要怎麼接 中間一定要接 中間是comma 就是共接的地方 所以你中間就接其中一條 接哪一邊都沒有關係 接哪一邊都沒有關係 那另外一條呢 看你要接這裡或是接這裡 有什麼不同 就是控制相反而已 好 那比如說接這裡好了 好 那這個 這個no more open no more open open close open就是斷路 對不對 昨天有講過 斷 今天有講過 這個close就是 open 斷路 通路 close就通路 就是它的那個 裡面的開關 open 就是打開的 就是斷掉的 close就是連在一起的 那所以 你接到這裡的時候呢 no more open 就是正常的情況下 它是打開的 這個叫no more open 好像是這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相反 如果講相反 各位回去自己調過來就好了 好 那只要你訊號比如說 然後你買那個模組 你還要看它是高電位啟動 還是低電位啟動 好 其實買來 不管它是高電位啟動 低電位啟動 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測 如果你要的是開 結果它是關 你就把它顛倒就好 好 顛倒你可以這裡交換 你也可以程式 本來送on的改成送off 這樣各位了解 好 所以你這些假設 假設我是高電位啟動 那當我訊號送電的時候 送on的時候 送1的時候 那它呢 本來如果是這樣 它就會啪 就導通 那如果你送0 它就打開 就這樣子而已 它控制開關 這樣了解 所以這邊不管你接的是100億的 還是220的 還是只是一個5V的一個小回路 都沒有關係 你就是把原來的回路切亂 然後一條接過來 一條接過來 那你接過來這裡也沒關係 就是控制顛倒而已 激電器常常有人搞不清楚 其實它原理就很簡單 好 那你說它可以撐多大的電 基本上你要看 它上面會有標示 比如說220的可以撐到幾安培 100V的可以撐到幾安培 你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它裡面的線都沒有很粗 都沒有很粗 所以如果你要用電鍋的話 電鍋好像要1000多瓦對不對 1000多瓦電流量其實蠻大的 那你就不要用這一顆知道嗎 這一顆 就昨天有講了 這種就是做實驗玩玩就好 如果你真的要用到加電的話 這一顆250伏特可以撐到10安培 但是電鍋應該超過 那所以你就是我們做實驗 做學習用那一顆是OK的 但是這個不是模組 不是模組你不能直接接 因為它會有回收的問題 它在那個導通的那一剎那 你的大電 大電導通的那一剎那 會有那個電池干擾還是什麼的 那個如果你沒有設置適當的電路 所以其實它這個不能這樣直接用 它要有一些電路去做一些 加一些電筒什麼東西 去消除那個雜訊 所以你要買的話要買模組版的 不要買這種單零件版的 單零件版的 單零件版的你就要自己上網去找電路 把那個電路逗出來 那你買模組版的 就是直接接他就用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有問題 開關就OK 所以就是這樣接 這個能力其實不難很簡單 它撐不了很大的電 但一般的那個燈泡那個都沒問題 那可是如果你需要開這樣的課 我們通常不會真的把你的電風扇 拿來線解掉對不對 就可以學校修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就做萬能插座 你就買那個插座 那個插座15塊對不對 然後再買一條電線 然後再買一個那個叫做電源的那個插座 電源插座 那你就自己做一條延長線 插座的延長線 我們改就改那個插座就好了 那你電風扇插在插座上 就不會把那個插那個風扇給毀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插座又變成萬能的插座 因為你的程式可以控制 所以你可以控制定時開關 或者說加一個感溫度感測器 或加一個什麼東西去做那個開關的控制 這樣了解 好 那這是計電器的部分 那電晶體的部分 電晶體它那個外面買的到模組 它是控制直流的 直流昨天有講過 大概24伏特以下 它可以控制功率 那它的用法也跟我們馬達的計電法差不多 它也是接外電 它電源的部分也是接外電 它會有四條線 這是外電的VE 外電的陣電 外電的附電 外電的附電 然後你的設備 設備的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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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蘭這邊就是大安 一樣是三條線 GVS 這個一樣是傳PWM的訊號 然後它這個電晶體模組 它後面四條線就是讓你接設備跟大電 所以你的大電就會接在這邊 一個正電附電 所以如果你是家裡不要的變壓器 可能12伏特的 你就把12伏特的線減掉 那個正電就接這邊 附電就接這邊 這樣就有直流12伏特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接 看你要控制比如說馬達 那個直流馬達撐到9伏特 稍微大顆一點可以到9伏特 那如果你是小顆的 你就不要用12伏特的變壓器 你就用那個5伏特 6伏特的變壓器 那個都可以 然後那個直流馬達 自然科那個直流馬達 可以撐到6伏特沒有問題 那把它接在這邊 那就是一個接 正一個接負 那這樣當你這邊在做訊號控制的時候 它會經由電晶體 去控制你這邊進去的電流的量 所以你那個風扇就可以 要多快、多快、要多慢、多慢 就可以Fuzzy控制 那個就是你們冷氣 有那個Fuzzy那個字有沒有 直流變平 這個叫直流變平 直流變平 就多好幾萬 了解 所以你買一個固定1234的大同電風扇 然後你加上電晶體 假設 因為那是交流 我只是比喻而已 你加上那個電晶體 可以做PWM控制 那就會有那個 就變成微電腦電風扇 微電腦電風扇 一支就是2000塊以上 你那個外面路邊買的那個 只有單一檔兩檔的那一種 那種就是一支500塊 各位了解 這個其實就是功率控制的部分 當然直流的部分可以 交流部分昨天有講過 就是那個 那個 不好買 那個零件不好買 交流 你可以看到的 大的零件 一顆都要兩萬塊以上 這個飯店在用 也許有小顆的 但是我沒有找過 好 再來那個藍牙的部分 有老師會希望說 我不要跟電腦連線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Transformer 用的是Squitch 除非剛剛那個燒入的方式 不然你就一定得要電了 那只是有線跟沒線的差別 只是用有線傳遞 USB線傳遞 或是用無線藍牙傳遞的差別 那如果你要用藍牙的話 在這邊 我的網站上面有 我要把那個修改的方式寫進去 好 各位在我的部落格 這邊可以直接輸入藍牙 其他的也有 那個熊哥的寫的也很清楚 因為早期我們用S4A的時候 他有那個暴率的問題 所以藍牙不是拿來就能用 不是拿來就能用 一定要做修改的動作 除非你的買來那個暴率就是對了 那所謂的暴率就是 他跟電腦溝通的速度 如果 如果這一個人 他講話一分鐘三百個字 那你的接收端 他就必須要能夠 一分鐘也是三百個字 你們兩個人才能互通 那如果速度不對 兩邊就不能互通 所以重點是在這邊 那以前S4A他的暴率是38400 那如果你們用M-block 就剛剛那個M-block 你要改成這一個 那如果你用S2A 就是那個Squatch 51200 然後Webduno是57600 那一般那個藍牙出廠的時候 它是9600 所以只要包率對了 只要包率對了 只要包率對了 你把它改對了之後 你的電腦接到藍牙之後 你那個USB線就可以拔掉 那兩個一樣就可以做通訊 好 那重點就是你一邊改藍牙 如果你在當番級授課 模組名稱請你記得要改 不然大家抓到的都是 都是比如說藍牙1 藍牙1 那我怎麼知道我要控制的是哪一支 這是注意的事項 然後電腦端 你就要買一個藍牙適配器 或者筆電 筆電本身有藍牙 但是以前舊版的筆電的藍牙是4.0 不知道為什麼都連不上去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那個 底電的藍牙關掉 然後還是要外接適配器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 然後藍牙模組有分 HC05跟HC06 HC05就是它可以當發射 也可以當接收 那HC06就是只有接收 那如果你要買藍牙 我會建議直接買HC06 會比較簡單 因為改包率的時候你就知道痛苦了 如果你買到的是 你看這邊 這HC05 這HC06 然後HC05是6隻腳的 HC06是4隻腳的 可是你看這一個圖 HC066隻腳的 所以HC06有4隻腳有6隻腳 如果你買到6隻腳的 我跟你講你痛苦死了 因為包率怎麼改都改不掉 我試過了 可能我比較笨找不到好方法 但是我買HC 我買那個4隻腳的 很好改 很簡單 就照網路上方法改就改好了 好 那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使用藍牙的時候 它的電源很重要 如果你是要控制藍牙的車子 那你的車子 藍牙這邊的電源跟馬達的電源 務必要分開 所以你的馬達一定要公外電 你藍牙跟著主板的電沒關係 但是你的馬達跟它不要同一個電源 因為如果你接在一起 通常馬達在一起動的那一剎那 它會吃大電 那吃大電 那個電池盒出來的電就會掉電 它突然就是會突然之間 一瞬間那個電壓往下掉 電流往下掉 然後這時候就會 藍牙就會斷線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 好 那所以 改的步驟這邊有 這邊有 各位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的裡面是用那個 用這個模組改的 那熊哥那邊有用Arduino改的 他要接一下線 所以 但是用這個改很方便 USB to TTL 就這塊板子 然後線接好之後 直接用Arduino的IDE打開來 直接在上面下指令就可以了 下指令 用AT指令 這邊都有順序 那就各位有需要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那個是藍牙的部分 那在那個 你買東西的時候 順便 因為剛剛 聽到有老師們在問 我就順便分享一下 好 初學者 剛剛這一套 如果你不想在外接 好 如果你已經不想在外接了 你其實就是買我們昨天用的那一套 好 這一套就好 Arduino板加紅色這一片 這兩片就好 好 這樣子就可以控制在應該幾百塊裡面 三百塊 三四百塊裡面 好 這樣子就夠你玩基礎的輸出輸入了 好 那如果你覺得不喜歡這一家的產品 那你要買國產的 就這一個 這個就是昨天介紹那個MOTO DUNO那一家的感測器學習版 那下面也是Arduino 一樣是Arduino加上感測器學習版 所以這兩片的功用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樣子的組合是一樣的 類似的 一樣的 那 我們花蓮那邊 我們之前是 因為我是SCA社群 所以我們之前有委託那個張師復工 是幫我們設計了一套 那這需求是我們跟他提的 我們都是採外接模組的方式 因為個人比較喜歡MAKER的FU 所以我們就是一片Arduino 加上你們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用的那一片類似感測器的學習版 但這一片跟那一片有一點點不一樣 也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重新勒過 那所以我們這裡面的所有的模組 也是大部分都是重新勒過的 它的好處就是它所有的角位 這個所有的角位 GVS通通都是照牌的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掏寶 去掏寶掏的話 它的GVS會亂跳 有的是GSV有的VSG 你接線都要特別去注意不要接錯 所以這一套的唯一的好處就是 不是唯一的好處 就是很大的好處就是它的角位是照牌的 就整牌直接插上去都不用考慮不會接錯 那這個是SCA社群的 那之前本來是那個什麼天空科技在帶 後來因為那個天空科技不做了 因為我們規定它售價不能超過450 他覺得中不到錢 這家廠商有沒有跟他很熟的 我不能講他壞話 但是我又很想抱怨他 以後不要跟他做生意 他已經表情超爛的 那也因為他剛好就是今年不做了 所以這一套 今年開始應該是發現在那個台科大圖書 台科大圖書 你們現在用電腦很多書是他們的 很多那個林建也是他們的 他們就開始正式代理 所以最近如果你要買這一套的話 就全部往台科大圖書那邊跑 那台科大圖書他就服務會比較好 因為你有問題他都放給你 而且他未來還會有就是教材 教材就是剛剛我會美教授 跟我要趕快努力把它弄出來 那所以這幾套是可能目前各位如果要交的話 會比較合適比較簡單的部分 好那所以如果你自己去掏的時候 就要了解注意一下這些細節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講一下 講一下各位愛睡覺的事情 好對順便提醒一下 我們這兩天如果有錄到的 有錄到底的部分都一樣會在這邊 好研習分享的創客教育裡面的教材 好那教材裡面就是會有那個昨天日期的 他就那種裡面 然後包括我今天跟昨天的範例程式 我也都會丟來這裡 如果我有記得存檔的話 還有昨天的錄影跟今天有錄的 我晚上也會都把它傳過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昨天的錄影 他今天的也會放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來複習的話 這邊都可以抓得到 好那這個檔案 這個是新制圖 Xmine是新制圖的檔案 然後這個我今天有做更新 所以這個會看到今天多了很多東西 這些部分有做更新 那各位要讀取這個檔案 就要裝新制圖的軟體 Xmine 好然後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東西跟各位分享 我就現在講一下 好 我們國中小是負責國民教育的 那國民教育的話就是課綱的基本要求 我們至少大概要顧及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學 他不是做那個精英教育 不是完全做精英教育 所以我們的差異是在這樣子 當我們有一個任務要處理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小主題的時候 我們國小的習慣是把它系統化分割 切成好幾段 讓他每一段可以很容易的達到目標 再走下一段 容易達到目標再走下一段 對不對 我們國小教育都是這樣子 因為考慮到什麼近代發展區 什麼贏家效應之類等等 好 那所以我們會讓小朋友很容易的順著我們的路 解決每一個小困難 然後達到目標 這是國中小 是這樣子教的 那大專業教不一樣 大專業教就跟你講起點 不跟你講起點 他就跟你講說我終點要怎樣 中間有任何的困難前阻 那都是你們家的東西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有時候你聽那個不管是管課綱的 還是那些大學教授 他在批評我們國中小的教育說 那些大學教授 這個大學是在做什麼 上不了台面 你聽了有時候會覺得很好笑 但其實我們有去求證 那個大學教授 除了你是有教教育學分班的以外 其他的大學教授幾乎都沒有修過教育心理學 也沒有修過教材教法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他們完全不曉得兒童心智的成長的成熟度 這些他們都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們會用他們的模式來批評我們 請各位就拚拚就好 不要理他 我們有我們的專業 他們東西到現場是推不動的 我們才有辦法推動 所以各位還是相信自己 好 那創客其實是科技領域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的創客的東西 身科之科都能搭 都能搭 都能整合 所以不要跟他們分 至於這些很尖銳的議題 我們就不要在這裡講 因為講了會怕拍大家的肝情 畢竟科技大家都好朋友 好 那這邊這是我這幾年來的一個心得 就是說我們在發展課程的時候 其實你上課很多種方法 那我是把它分成五種架構 這五種架構上面最厲害的當然就是設計思考 然後最簡單的就是從我們以前的方式 就是先教一個簡單的單一概念 比如說我今天教數位輸出 那你數位輸出 知道怎麼操作 知道是什麼原理之後 我就給它一個小小的應用 跟我們以前學數學一樣對不對 小小的應用 那小小的應用如果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我們就出一個小小的主題 讓它去解決或者去整合下面的這些概念 如果更沒有問題了 就開始玩 如果你是全校 你是校本課程 你一到高年級三四五六 或者是說國中一二三年級 我要設計一個大主題來包裝我的課程 那你就用大主題 比如說自走車 自走車你就把它切成 身體用那個3D列印或用雷射切割 然後那個城市的部分玩aturno 寫城市就肌電 那個肌電整合的部分就放在資科 然後就可以把三年 三年的課程切出來 然後分年分段分時間去做 然後深刻資科分開 然後到三年 最後第三年的時候就可以做出自己的車子 還可以比賽幹嘛 就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做包裝 其實最厲害的還是設計思考 因為這個下面都是 其實都是有點像Steam 但是上面設計思考是超越Steam Steam跟設計思考兩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設計思考做的是學生自己想解決的問題 Steam做的是老師指定解決的問題 對不對 指定的那個就是我設計一個問題嘛 你來解決我的問題嘛 設計思考我們的操作是這樣子 假設我今天要小朋友學設計思考 那我直接把情境丟給他 不管你是帶他直接去體驗 或是直接簡單一點播一段影片給他 比如說我讓他播一段那個老年人的生活的影片 十一住行 可以給他看 那他去看了這段影片 他可以感受到原來老年人走路 好像常常會聽到東西容易跌倒 或吃東西怎麼嘴巴都好像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吃到 他常常會掉東掉西 或者視覺退化會怎麼樣 那他看了那個影片之後 我們就會請他想 就是看他想要解決哪一項問題 讓他去把問題提出來 那提出來之後 針對那個他想做的那個問題 一個人如果做不了就分組 一組選一個問題 然後自己開始做那個問題解決的處理 研發設計 然後到最後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整個過程 那這是比較高級的課程 那你不能說 你也不能因為說 你這怎麼老師教什麼你就做什麼 這種課程很爛 沒有 如果你沒有這些基礎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設計思考 所以你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做設計思考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會設計思考 那也是騙人的 因為你一開始你說 我知道我要這樣解決問題 可是後面怎麼做 不會 來老師教 到最後還不是都是老師教 那就衝其樣子 是一個大主題或小主題課程 這樣各位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其實就基本 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學校要上長期的課 我會建議你基本的概念的部分 你先單一概念 單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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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到它的基礎概念 那個簡單的基礎 差不多你覺得OK了 就可以從上面往下來 那看你是要從大主題或從小主題下來 或是直接從設計思考下來都可以 看你的時間 看你的功力決定 那這個是設計思考流程 各位就有空看一下 然後看看能不能去把總統 如果最後可以到設計思考 那是最棒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案例 課程發展 好這邊有一些有趣的方法 可以讓各位生產出很多課程 所以我們這兩天 雖然學的是技術比較多 但是你要升課程 用這個握著打回去打開來看 就很簡單 最簡單的 麥陀佑九宮格創意發展法 好 當你選定一個主題 那你就 你就把這個主題寫在中間 那外面八個欄位 你就讓小朋友隨便想 都不要任何批評 就隨便想解決方案 好我們舉例來講 我都有舉例 好 這你昨天有看過對不對 好 如果我今天想要用的是紅外線偵測 這個是在學習上 我就可以設計這麼多種 跟紅外線偵測有關的 好那如果是解決問題 比如說 你出一個問題 國小教室夏天悶熱 叫他想八種方案來解決 他就會開始亂想一堆 這最近問題 這個問題蠻夯的 裝冷氣 哇最好 裝電扇 改善教室循環 改成綠建築 一邊上課一邊吃冰 把教室改成游泳池 再隨意上課 要補上後後子板山峰 或者和政府關聯交換上班地點 好 當他選 就是你讓他能夠創意的想一些解決方案之後 接下來要實作對不對 實作就要叫他選一個 你覺得你可以辦得到的 你覺得你可以辦得到的 讓他選那個題目去開始做 接下來就會進到第二階段的曼陀羅 第二階段喔 如果他選的是改善循環系統 那你就請他 不管用任何手段 就去想八種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 無停的電線改成向上吸 這個之前各位應該看過 因為熱氣是往上方 氣窗排出的 那冷空氣就會從下方堵進來 這樣散熱比較快 然後再來就是 氣窗外面加裝黑色的排氣導管 那利用那個對 輻射對油的方式 那個熱氣位往上升 所以下面會抽人的空氣進來 或者是下面增加抽風扇 讓你的空氣加強下面進入 或者是之前網路上有很夯的 用寶特瓶 前面那一段 他不是開口比較小 然後你把它切斷之後 後面開口比較大 製作那個窮人排冷氣 就是利用氣壓的原理做成對流窗 這個網路上有 還有地板灑水 利用那個水蒸發的時候會吸熱 來帶走這些溫度 那或者是做那個水簾 利用那個水一直流下來 然後會把空氣降溫之類的 或者是就在外面 叫四路艾維挖水工 讓那個水一直對流 或之後我們當然就去設置 所以他會透過兩階段的方式 去設計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 在比如說玩Arduino 因為你們現在如果要上的是Arduino對不對 那你當然就不是用這種題目 這種題目跟你的系統比較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會設計一些Arduino可以解決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題目叫做科技家庭政客案 那他就會取一些很好玩的名稱 跟科技有關的 因為這樣等一下你才可以用Arduino來實作 好比如說我想做一個超貼心馬桶 或者我想做一個愛的延年易壽床 或者是什麼 那這些東西都跟Arduino控制有關係 接下來他就選其中一個他來做 選其中一個他來做 比如說超貼心馬桶 好 那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第二階段的曼佐羅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馬桶的設計 任何方面的設計 包括你瞄準的客戶群是誰 或者他的外觀 他的功能 或者他的結構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個用寫的用畫的都可以 然後或者他的操作方法等等 或者他的設計 他的程式 他的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包括什麼售後幅都寫出來 這是第二階段的設計 那到這個階段之後就可以開始做產品 好就可以開始把他拿出來把那些連接買一買 然後開始做一個簡單的設計這樣 那這個叫做我把它叫做曼陀羅兩階段 就是創意發展法 那所以你可以找一個你喜歡做的主題 在學校裡面 那這個跟設計師法又有關係 小朋友可以做到他喜歡的題目 又可以有一些創意法案 然後另外就是課堂上的練習 昨天有跟各位講過對不對 你可以用抽籤的方法 抽籤雜抽 所以每個人丟幾個感測器出來 大家隨便抽 然後這個是 這個就是用雙向器目標 所以你把第一類的元素放在這邊 比如說感測器或者零件 然後這邊就放第二類的元素 比如說你生活中的物品 掃把、垃圾桶、或者公車、什麼隨便你放 然後你就強迫他們兩個結合 產生一個新的產品或者應用 文字或彗筆腳達這樣 所以就類似這樣子 那這個是純感測器學習 你也可以感測器、對感測器 比如說紅外線加了馬達 可以做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在這邊 他就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東西這樣 然後這個是結合生活上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是 你不是資訊領域的 你可以拿來解決問題 比如說教室很吵鬧 那我如果加這些東西 我可以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解決這個吵鬧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放 那或者你是各領域的 如果你今天演習的對象是各領域的人 你希望跟他講說Arduino 或者Spritch 兒童城市在各領域上面的協助 你其實可以把這些各領域的單元拿出來 放在這邊 然後把這些東西放進來 你就自然會想出 我在這個單元可以用什麼東西 來做設計 你的教具那些玩具那些就可以放在各領域裡面 還有各議題也是 各種議題也是 甚至這些特交班的 或者是純粹做遊戲 做模擬器 玩你的那個Spritch 也可以配合這些感測器來使用 然後跟議題做結合這些都可以 甚至做一些實體的 實體的創意的發明等等 那這個就留給各位參考 好 好 那另外就是在 在我的網站的部分 好 我的網站的部分呢 那個如果各位老師對Spritch 那個客廳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一些可以參考的 然後那個在右上角這邊 還有一些 比如說 各位老師如果回去 你要單純學Spritch的 這邊有一個新功能的細部解說 還有一個2.0的詩訊 這個都前年錄的 那裡面也有一些那個 新功能解說裡面 還有網路攝影機的一些 很好玩的應用 那網路攝影機其實就像感測器一樣 所以即使你沒有Arduino 一樣可以玩這些東西 利用網路攝影機 各位老師有用Spritch接過網路攝影機玩嗎 有的去送 都沒有啊 這麼好玩你們竟然不玩 我隨便放一個例子給你看一下 比如說 體感控制角色 我直接拉到後面 你看看那個球 我是不是像魔術斯里亞 這是網路攝影機 300塊網路攝影機就可以做到 它會跟著你跑 那包括你除了用手勢控制之外 踢足球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你直接把它拿來投 投在牆壁上或拿來投在地板上 直接就可以做視訊踢球的遊戲 所以其實網路上有一些影片 你看起來哇好好玩 那個其實用櫃去加網路攝影機 很簡單就做到 這個是排球 有沒有 就這幾條指令 各位 網路攝影機加這幾條指令而已 這個超級簡單有沒有 好 那所以櫃學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什麼都可以配合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就是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 像那個奎哈老師 也有一些課程買在這裡 還有那個宇宙機器人 還有以前我們有時候教研習 我也會把它錄進去 所以如果你基礎的 Arduino還不是很熟悉 其實這邊也有一些可以看 有一些基礎課程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比較稍微 前半段比較完整的課程 就是 你用Arduino 用Squatch 用Transformer 這邊都有影片 我都做了 所以 但是後半段 介紹到類比之後 我後面就懶懶 就沒時間做了 所以 前半段都可以看 都基礎了 那後面就是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 那所以這邊都有線上的影片可以看 各位就來這邊學 其實就還蠻多東西的 然後另外 我的一些作品就在這邊 各位YouTube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然後 重點是這裡 各位有玩創客 這邊是所有我們其實好用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創客的 不管是3D DN 雷射切割 還有什麼紫雕刻 Squatch Arduino 通通在這邊 通通在這邊 那各位就自己參考一下 好 然後 還有如果你剛好是兼總務 或者是私務的人 我以前很懶惰 因為那個網站太多 要填爆的地方太多 我都把那個連結通通過掛在這裡 所以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流氧器打開 那我就要去哪裡都在這邊填 就會比較簡單 這裡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樣你 就是行政效能會稍微有點提升 好 那所以 我留20分鐘 各位搜一下桌上的材料 然後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交流的 有沒有任何問題要交流的 那你們好像後面兩天還有那個誰 游正吉在上課 Michael Beat的專家 好好跟他挖房一下 還有誰 蔡佳倫 蔡佳倫 蔡佳倫會比較深奧一點 各位要吃飽打起精神 那佳倫老師很厲害 他把那個 他用那個B-Design 把那個所有的 不管是7697 還是Michael Beat的 還是Arduino什麼 他都可以用 用規矩來控制 那所以各位好好學習 那我們是還沒有錢請他過去 所以我們都還沒學到 那就請各位先學 下次再教我 好 那我們就 有任何問題就各位我們再交流 那請各位就把這個 材料稍微收一下 那那個如果有跟我借起職的請到前面給我 謝謝 然後你要講一下 辛苦大家了 兩天 我前面講的應該沒有很難 都可以接受嗎 前面講的都可以接受嗎 都聽得懂 如果我講的聽不懂 應該別人都會跟聽不懂 我說的是實話 對 范例 Open Data 我需要講一下 范例 好 我簡單的講一下 好 再切一下 好 那剛剛那個Open Data 假設 假設我就用這一個 這一個 那我點進Json之後 其實看到的是一個亂碼 那我要的是這一個網址 我要的是這一個網址 那網址 如果你要看裡面的資料 其實你要用sml的格式 你把它下載回來 你會看到有沒有 這些就是它的欄位 跟內容 好 那可是我們在Transformer裡面 我就要去使用這個Open Data的基目 那使用Open Data的基目 然後把剛剛那個複製的網址接上去 這樣基本上它就可以抓到資料庫 抓到資料庫 所以當你執行它 我點兩下執行它之後 這個資料庫其實就被你的Transformer抓進來了 那抓進來的第一件事 你要先分析可以使用的欄位 所以你就把它執行一下 那執行完這個之後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改變 但是呢 在這裡 有一個可使用的欄位 你就可以點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它 有哪些是可以使用的東西 正常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開啟資料庫 資料庫如果很大 有時候要等久一點 就是你那個網路等待時間 那資料庫如果比數沒有很多 沒有很大 它其實很快就可以處理掉 好 那 好 它會先去 説不到 我換一個網站看看 好 我先講剛剛抓下來那個 好 這個已經講過 好 那所以正常是這樣子而已 血壓站 看一下血壓站 然後它那個網址也記得 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一個字都不能少 如果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不行 好 好 那我就示範一下了 流程大概就是這樣 好 它抓到那個可使用的欄位之後 好 那你就要去看 你看 嗯 你就要去選你要用哪一個欄位 好 這邊 你就要選擇哪一個欄位 那那個欄位的名稱你就要 就要放進來 比如說 我要舉例 比如說 這個 你要這個欄位 這是第一個欄位 那你就把這裡面的字 那你要去對照那個表 或者因為你 其實不用對照那個表 因為你在剖析可使用欄位的時候 當你說出來的時候 你這邊其實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欄位 其實是可以寫字中文的 那不知道最近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那我就直接抓到它的那個碼 好 那所以你就選這個欄位的第幾筆資料 因為你跟它看它那個 SML這個檔案的時候 它這個叫做第一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那這是第一筆資料 這是第一個欄位的第二筆資料 這是第三個欄位的第三筆資料 所以如果你選到的是這一個欄位 那你要第幾筆 它就會抓第幾筆的資料給你 所以如果你選到的是鄉鎮市 然後鄉鎮市如果你是第三筆資料 它就會挑第三筆資料的鄉鎮市 就會給你這一筆 所以它的順序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你選擇那個資料之後 你的資料會在這裡出現 所以你就用這個資料去做處理 它的流程是這樣 所以這些很多記錄 看了有時候覺得 你覺得怪怪的 然後這個是給你測 給你測說資料庫到底有沒有連接 所以你其實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應該是要等到 你先用那個 如果資料庫已連接 然後我才去剖析可使用難位 那如果資料庫未連接 就要再去get 就讓它去抓一下子 有時候資料比較多它會抓很久 你的網路順不順也是一個問題 這部分需要測試一下 那另外它其實有提供這些 Firebase 就是你自己用的資料庫 或者是IFTTT 那個IFTTT 就是你可以經過 你可以用櫃曲去送一個訊息 去給外面的IFTTT的網站 然後你在IFTTT裡面的網站可以設定 我要比如說傳訊息到你的Line 或者傳訊息到你的電子郵件 那這樣子它你只要那個Sensor 一偵測到那個情況 符合你的要求 它就會直接丟到IFTTT 那你的Line就會收到訊息 比如說溫度已經 機房溫度已經超過多少 請趕快回去開冷氣 類似這樣 那我就就這樣說明而已 這個部分我沒有那麼熟練 我坐過 但是沒有練習超過10次以上而已 流程是這樣子 給各位了解一下 好 這邊還有大家還有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那如果有需要自己再請教我們老師的話 就網路上見了齁 真的 對 還可以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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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